为了防老 爱的付出也不是为了求得回报 如果你的脑海当中一直认为 我付出的爱是要求得回报的话 那么这一辈子你都会活得很贵 因为你会时常把自己付出的 和获得的放在一块底下 你就会觉得你这辈子都活得很亏 你现在就觉得自己很亏 对不对 不要这样子 我问一下杨天群女士 你很爱你的儿子对吗 对 你那么爱孩子 但你给了孩子一个温暖的家吗 如果你爱孩子 你不会带着他流离世俗 你不会让他经历一个又一个的家庭 他第二个世俗不好 我干嘛要还要他 那我问你 你经历了两段失败的婚姻了 对孩子来说已经是个伤害了 你为什么不能独自带着他 我没有这个能力 单位上没有多个人 所以你没有这个能力 你找到了老万对不对 对 后来孩子不让你们俩结婚对不对 是 那你为什么不按照你儿子的要求离开他呢 我就是现在跟他说分手啊 你当初为什么不离开他 当初我小孩没有人养啊 所以就说你就是在利用他 你还口口声声说你爱儿子 一个儿子跟着你经历了两任家庭 又经历到老万这儿 流离失俗 你居然说我带不了他 所以我需要老万作为一个利用工具 他原来能帮助我 他现在不能帮助我了 所以老万你从我的生活中离开 我再去找一个 你给孩子带来了什么样的教育 我从来没有在这个舞台上 看到任何一个人能够这么直白 是 我之所以不离 就是因为我带不了孩子 我一个人带不了 所以我要找个男人来帮我带 后来发现这个男人不行了 他不能带孩子了 我再找老万 好老万你当初你挑的妻 你有一定的收获 老万你跟我一起生活吧 现在老万你老了 你不中右了 再找一个 你估计过孩子的感受吗 孩子跟着你 经历一个又一个父亲 他的心 心态能够得到很老的成长吗 来站这儿来 站在妈妈的旁边 我首先就是说 把我的观点说出来 就是我不愿意 我母亲和那个万世事物在一起 等一下 等一下 稍等一下 在你说之前 我先陈述一个观点 按道理来说 你的母亲是我的长辈 我不应该这样去说她 但是我们 我想我的心情 跟大家的心情都是一样 那么你认同你母亲 刚才所说的吗 因为我没有办法带到我的孩子 所以我必须找个男人 不是因为这个 我的母亲她想 想让我就是有一个 更好的这个环境去成长 我现在就是 也许由于我母亲的原因 我现在对父亲 已经没有任何的 这个渴望和向往 但是说这二十几年 我母亲确实 含心如苦地把我养大 但是说她这个年龄 也一天一天地这样老去 我想问一个问题 您刚刚说 你母亲把你含心如苦养大 对对对 那好 那您这个万叔叔 有没有含心如苦把你养大 你回答我这个问题 有有 我承认有 但是你听我说完好吧 我母亲就慢慢慢慢的 现在就变老 所以我也希望她的 就是说下半生 能够找到一个 真正能够依靠 能够照顾她的一个人 但是 现在万叔叔 大家也比较清楚 她现在的这个状况 一天如果运气好的情况下 可能能挣个几十块钱 如果运气不好的情况下的话 就可能是一分钱的挣不了 现在连自己最基本的生活开交 都支付不了 她拿什么来照顾我母亲 她有什么能力去支撑这个家 你不要乱说嘛 万叔你听我说完好吧 你听我说完 好的时候还是 我知道 每天还是一百多块钱 多的时候 至少每天也有二三十块钱 你这么时候没带钱回来 现在确实说万叔这边也给了我一定的压力 怎么说呢 就是说我现在二十岁也谈过几次恋爱 我的女朋友就了解我现在这个家庭情况和背景 就也造成这个直接分手 不用再听了 不用再听了 我心受不了了 不用再听了 我很难听下去你这个 你所说的这些东西 一个这么小的个子的一个男人 十多年 其实我是一个家庭的重点 其实我并不讨厌万叔 我并不讨厌他 我感谢他 我感觉我感谢他 为什么吗 因为他这十年来对我们 对我和母亲 确实生活上的一个 感谢你现在当到这么多的时候 感谢在家里面的时候 你怎么感觉 你来一点感觉 我跟你说话 你都带你 三位官家请我说话好吧 来我问你几个问题吧 小伙子 好的 今天您贵庚 我今年22岁 您在从事什么职业 我在现在在读大二 成交大二 请问你母亲一个月挣多少钱 大概就一千代会员 你学费多少钱 就说一年是八千块 你打工吗 在外面 现在我没有打工 因为什么呢 因为我现在 我感觉我 就是说未来以后 有个美好的将来 是吧 我现在要 你学什么专业 努力学习 公关 学公关 开多少门课呀 开的 你不努力学习吗 你开多少门课呀 你的主课是什么 能告诉我吗 你不是认真学习 改变命运吗 接着最后一个问题啊 谈了好几个女朋友了 对对对 您这不是才上大二吗 你不是在认真读书 要回报家庭吗 干嘛谈那么多女朋友啊 我相信腿老师 之所以刚才 以那样激愤的一个态度 对待你的母亲 是有原因的 一个22岁的男人 是不是他该承担一些了 他是不是还这么去 挖母亲 他也在误会上 就算了